大家好,我是千千 我们今天人在台中北屯和顺路上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云山宋九年屋 并排双车位,独栋双拼别墅 这里的生活真的是非常方便 我们有军工商圈、军工市场 东山商圈、东山黄昏市场 社区的后面就有军工园 和74号的松竹交流道口 到北屯好市多捷运总站 骑车只要5分钟 松竹台铁捷运站也是5分钟可达 慈祭医院3分钟 我们的周边都是比较新的别墅 少掉了商家和店家 生活环境就会比较单纯 我们的车道上方就是管理室 24小时管理 每个月的管理费4500块钱 那我们现在就进来看啰 我们的土地有33.7平 那扣掉我们的社区的陆地池分11.9平之外 我们的土地还有21.8平 那这样的洞距是6米洞距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一户 双拼独洞的别墅 那接着我们进来看我们的房子 大门是朝北 进来之后我们的室内从地下一楼到楼上四楼 总建坪有90平 主建加附属室内总共可以使用的就有75平 5房2厅4位浴 一楼的挑高就有3米4 两边的镜宽5米1 空间感相当舒服 搭配低台面 大面开窗的设计 我们的视野观感看出去是满满的绿意 我们的屋龄只有9年 所以我们的大门和我们的窗户 还是维持非常的新 那在大门的后面 是我们的鞋柜区 鞋柜的后面就是我们的电箱 电视墙的部分 他们维持的还是很好 直接使用都是OK的 客厅、餐厅、厨房是采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在我们的餐厅区的部分 可以坐上六人座的位置 侧墙有开窗 跟隔壁的洞距就有2米 我们的厨房旁边有规划了 整体式的收纳柜与屋衣区 柜体一样都维持得很好 厨房区的部分有规划了中导坝台 那中导坝台的下面我们有满满的收纳 这个地方它有放置了一台洗碗机 在这个部分我们是使用的是零内三机 原则上清洁过后就可直接使用 那或者是你要全部换型也可以 这边是电器柜区的规划 上面也有做收纳 下面就是冰箱 那这一区的话最主要就是放微波炉烤箱 下面还有一个炊饭柜 那出来外面的话就是它的后面的阳台 它采光罩跟防盗百叶床都已经装好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楼的公用卫浴区 我们有规划独立洗手台面 公用厕所有开窗 接着我们上二楼 那我们可以看到楼梯和所有的房间 它都是铺设木地板 我们二楼是整层大主卧 它二楼的使用空间就有13平 我们的挑高就有3米 这里有锻造立面的规划设计 还有大面开窗 所以我们整个前面都非常的通透明亮 窗户看出去就是树梢的视野 主卧房的后面这一区的话 它们是规划了更衣柜 主卧房的卫浴 它的浴缸是做砍入式的设计 这样子的话它的台面会比较低 那我们再上下进出也比较安全 接着我们上三楼 我们的楼梯间都有开窗 接着我们来看三楼后房的房间 空间就有3.2平 我们的柜体维持得非常的新 都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房子后面所有开窗的地方 都有加装防盗室的百叶床 跟后面房子的洞具就有2米8 所以通风都还是很好 接着我们来看前面的房间 三楼前房的空间就有5.7平 非常的宽敞 三楼前房一样光线都非常的好 踩大面开窗的设计 阳光都可以进得来非常的明亮 接着我们来看三楼的公用卫浴 公用卫浴没有开窗 有做干湿分离 那我们上四楼 上来四楼 第一个会看到的是我们的晒衣阳台 那它的强化玻璃的采光罩 还有防盗室的百叶床 它们都已经装设好了 我们这个楼梯上去就是我们的水塔放置处 那它的好处是它四边都已经有座围墙了 所以上去是安全的 接着我们来看四楼的这一个空间 无论你是要当书房神明厅 还是睡觉的房间 它都适用 目前的空间就有到四平的大小 这个拉门拉上 它就可以当房间 后面还有收纳柜 接着我们来看前阳台 看出去社区非常的美丽 我们采光罩已经搭好了 像现在常常会有午后雷震雨 即使我们的落地窗门没有关 也不用担心雨水会泼入 我们来看地下室的车位 那我们就顺着楼梯间下地下一楼 我的右手边是车库 左手边是多空能空间 我们先进来看 多空能空间 它的大小就有4.8平 而且它也有再附了一组 归浴间 像屋主之前在这边的使用 就把它当作它的练琴房 那外面有透光的天井 侧边还有透风的窗口 然后还一台抽风机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车位 我们的车位从对面看就很明显知道 我们是并排双车位 我们车位的高度从水管下来2米1 车道宽大好走 左转出去就是我们管理室下方的车道了 我们的车库两旁都有坐满了满满的收纳柜 我们这个天井的界线可以看下面的这一条黑线 切过去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地方 这个水龙头的好处是我们外出回来 可能手脚都有脏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清洗 非常的方便 目前的售价是3780万 社区非常的有质感 整体上的营造出来就是整齐干净一致 然后也少掉了奇怪的住户 有的人门口可能会堆东西 花圃可能会种蔬菜 那我们的社区目前都没有这些困扰 而且我们在这边已经一整天了 环境上都相当的宁静 我们对外的商圈出去就有军工跟东山两大商圈 交通上又有环中74号的松竹交流道就在旁边 生活交通都非常的便利 赶快联络我 现在就来看